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贝兰 欢迎来到明路正线 那么这个 现在呢 德国的这个外长啊 他越来越放肆了 现在呢 他甚至在威胁 即将访华的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 因为大家要知道 舒尔茨呢 他们这个政党呢 跟他的这个绿党 他们是叫做执政联盟 属于是一个左翼的 一个执政联盟的 这么一个政党 所以说呢 现在他要威胁 就是说你访华 好像意思 我们要跟你分裂了 就是说 让你这个内阁里面 出现状况 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女人呢 她这个访华 已经到了一种 歇斯底里 一种非常极端的 而且还警告 这个舒尔茨 给他还颜色看了 那么据老兵的这个调查取证 这个贝尔伯克 他应该 他是个可撒人 他不是一个 就是他跟耶伦 跟布林肯他们 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挺像的 他那个头发是黑色的 两个眼睛 长得 他不是日尔曼的 日尔曼的全都是金发碧眼的 就默克尔那样的 他就是这样八亿的 都 这样八亿的德国人 他是金发碧眼的 那你去看这个贝尔伯克 还有现在的这个瑞典的 这个所谓的右翼上台的 这个首相 那个家伙也是个可撒人 也就是今天跟他妈这些 以色列这一些人啊 他们是一样的 都是可撒 以前可撒韩国 信仰犹太教以后的 可撒韩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系统 所以他是个可撒人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而知 他们这个可撒的 这个整个帝国 这个集团 对这个反华反的 这种程度 很明显 大家要知道 现在的 可撒犹太人 他们在干些什么事情 就说他们是偷了埃及的东西 古埃及的东西 然后呢 现在的古埃及跟这个古巴比伦 这两个曾经啊 就是多次干掉过他们 把他们给流放的 放逐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 摩西 他最终埃及 他是没有出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被埃及人给杀掉了 啊 那么 这个 犹大国跟以色列国 他们是分裂出来的 在加南这个地方 分裂出来的 两个国家 然后是被古巴比伦的 尼布贾尼撒大帝 给灭了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也就是 这就是 美索布达米亚 跟古埃及 都是现在的 这个穆斯林的这个聚集区 被他们给压制了 也是 不停地在让你搞内乱 压制住你 那么对 古印度为名的 这些后裔呢 这些总的 这些阿三呢 进行拉拢 就是 为他们所用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整个西方的这些 可萨老的这些公司里面 包括硅谷 基本上全是印度人当CEO 啊 为什么 这些公司背后 全都是可萨老板 而他们 包括这些制药公司 全都让他们当CEO 这叫一种拉拢 那么对古玛雅文明呢 古玛雅文明 就是被他们给摧残 就是今天的中南 中美洲这一带 给他们毒品 就是永远都是毒品 去压制住他们 不让他们这个 系统 就是说 复辟 那么 对一个 追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古中国文明呢 他们就是进行这种 打击 以及就是围堵 就是对我们了 所以说 因为它 是 就是等于说 把这个五大文明 很多东西 都给它给偷过来 在这里研究 寄进 学习 也就是它形成 它是一个世界的 一个这样一个阴极 所以说呢 作为五大文明呢 其他四个 基本上 都被它给压制了 只有我们是 弄出来的 所以这个里面 就有一些不同的 一些讲法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 今天 在欧盟层面上 它一半的 可杀议员 全都是 全都是 拒绝 欧洲的 这个 相互之间的合作 美国的这帮内阁 全都是可杀了 对中国进行 打压 围堵 对吧 法国的 第一大反华议员 克鲁斯曼兄弟 克萨兰 英国的 保安大臣 反华头号分子 图根哈特 克萨兰 所以你就能够 很清楚地知道 他们 他们的这个想法 是什么 不能让你 资源系文明 复辟起来 强大起来 再次强大起来 庞兹系统 全都是要 吃你的主体系统 但是这个游戏 它不是不可能得逞的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让黑暗全部压倒一切 比黑夜更黑的话 这个地球没办法再运作了 那么它将会 游戏将会重新开始 新的小行星将撞击地球 文明重新推倒 重新开始 再次来轮回 再次恐龙时代 上古神兽 就是玩这一套东西了 再来 人类文明再会 重新再来一遍 知道你 怎么样 叫做地球 它有一个 全新的一个发展 就是你不停在斗 把你的科技文明 给真正地搞上去 然后呢 你这个行星 最后以后可以跟 另外一颗行星 发生这种对干 这是造物主的一盘游戏 所以这个一定要 就是今天你理解 东西方的冲突 你一定要理解这一切 这个是前缀 也是形而上的东西 它不是形而下的东西 它是你看不见的 但是这个东西正是存在 老闭就告诉你 所以说我的节目呢 就是说我们专注于 就研究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反华争议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 形而上的东西以后 对形而下的东西的理解 你就能够达到一个 比常年更高的一个维度 去看在这一切的 背后的这个斗争 反华争议 德国联合执政盟友 外长对塑尔茨大敲锦钟 德国外长 就是那个可萨女人 贝尔伯克在总理舒尔茨中间 中国执行前 警告舒尔茨 并敦促舒尔茨 在中国不要忘记原则 与表达强硬立场 舒尔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 获得共产党总书记第三任期后 第一位访问北京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就成为习近平二十大后 外交部局中重要的 欧洲国家领导人到访 那么在警告舒尔茨 你不要忘记对中国要强硬 那舒尔茨傻蛋吗 那他如果说比你差 他能当上你的总理吗 据政客媒体署名 保拉塔玛今天报道称 德国的贝尔伯克在舒尔茨 中国事情前发出警告 舒尔茨本周前将前往中国 面临要对习近平 采取更强硬立场的索求压力 德国外交部长兼绿党领袖 贝尔伯克要求制定更加明确强硬的对华新战略 在舒尔茨本周访问北京之前 他向总理舒尔茨施加压力 贝尔伯克称 联邦总理已经决定了他的访华旅行时间 现在舒尔茨应当在中国向中国采明 我们在联合协议中 共同制定的对华政策信息至关重要 上述言论是来自绿党的贝尔伯克 今天在访问乌斯比克斯坦塔斯干是说的 他今天他能他妈的还在乌斯比克斯坦访问 但是他就在那里就说这个话 你这种对抗的这种意思太明显了 对不对 你不是在为德国的谋福祉 你是在为你们这个可萨集团 操纵了这一个个傀儡国家在这里牟利呢 在中亚 人在中亚就是搞敌对 搞对抗 还在这边讲说 我给舒尔茨 他就是个傻屌 我就给他施加强调的压力 就指他鼻子骂他 你就不该来 就德国民情出刊称 德国外交部长兼律党贝尔伯克说 众所周知 我们在共同执政联盟协议中明确表示 中国是我们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伙伴 我们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脱钩 但中国也是竞争对手 并且日益成为制度系统性竞争对手 贝尔伯这个评论反映了上周 德国政府决定授权中国公司中原集团 购买汉堡港码头之一的股份后 在德国执政联盟中已有的摩擦 据报道 尽管包括绿党和自由民主党 在内的联合执政联盟 火门旦夕 德国总理仍适同推进这笔交易 最终中原被允许购买比原计划 更少的汉堡港口一个码头的股份 该报道称 来自社民党的舒尔斯在 断然拒绝与中国突破小马后 他的北京政策也在欧盟引起了注意 对吧 所以说 等于说我们要知道矛盾的中心 到底是什么意思 矛盾的中心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打了这个口号的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 这个被你复兴起来的话 在你的影响力之下 古印度会被你给争取到 而且他们最害怕就是 最终你去找到古玛雅文明 把他们给唤醒 那这个力量就是不一样的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们不仅他的这个外长 他的这个防长 他的这个防长也是美国的这个傀儡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 就是日德周四将举行第二次二十二会谈 讨论两国安全和防务合作 据日本政府介绍 日德第二次外长防长2加2会谈 于11月3日在德国明斯特举行 预计双方将探讨加强日德安全与防务合作 以实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日本防卫大臣宾田静一周二在出席记者会时介绍称 他将与外务大臣林芳正参加此时会议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国防部长布兰雷希特将代表德方参会 据日方介绍 林芳正和贝尔伯克将亲自到场参加会谈 而宾田静一和布兰雷希特预计将再现参加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你德国为什么会这么关心印度太平洋地区 第一个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殖民地 如果你说法国关心英国关心 因为他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他有他的殖民地 法国有这个凯尔盖朗岛 在印度洋地区还有克鲁泽群岛 还有这个法属琉尼旺 那么在这个太平洋地区有法属布里尼希尔和这个法属新卡利多尼亚 那么英国呢 有这些比如说这种什么库克群岛 包括他的这几个澳大利亚新西兰 他的这个名义上的这个 对他们的这种统治 包括还有这个 在印度洋的查克斯群岛 那么这些如果说英国跟法国介入的话 我更能认为 有他们的那种超大的理由 但是你德国参与这个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在执行的是谁的政策 他的国防部长和他的外交部长 到底是谁是他们的老板 那美国是他们的老板 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得非常明确 所以说你这个德国 现在就是他的这个经济节 为什么要来中国 要来搞中国投资 要搬迁到中国来 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 除了一个反对中国脱钩的总理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反华的 你说这样的内阁搞个屁 而且他们是执政联盟 那么德国呢先不去管他了 现在呢我们大家要知道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俄乌这个战争打的 俄罗斯现在是越来越占上风了 虽然他撤换了很多人 虽然说这个仗好像打得好像有些报道 说对他是不利的 他被偷袭怎么样 但终结在战争上的态势 就是他是稳住这个局面的 就是乌克兰如何进攻 他如何消灭 如何进攻 如何进攻 是这样一种态势 所以在军事上他是占上风的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他是 他们是扛不住的 尤其是欧洲啊 欧盟解除对俄制裁 欧盟扛不住 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啊 荷兰的这个 荷兰已经宣布决定解除 九十一项对俄制裁内容 其主要涉及粮食能源领域 荷兰这一决定 无疑是会和欧盟国家当中 形成多骨牌效应 使得本来就已经四分五六的 反俄联盟更加的风雨飘摇起来 俄罗斯可以没有欧洲 但欧洲不能没有俄罗斯 离开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欧洲只能用美国 叫个高的能源 并在能源上 极大的依赖于美国 对对欧洲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这个荷兰啊 他们是率先 现在已经啊 这个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大部分的这个制裁 涉及到粮食能源等等种种 因为这个荷兰这个现在醒悟呢 也为时不晚 他现在醒悟呢也为时不晚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俄乌战争就是一场闹剧 就说 他们不懂这个制度的多样性 对吧 这些年以来是你们向北约东扩 是你们向俄罗斯家门口去扩 而不是俄罗斯扩张到你家门口 然后呢 你还非要跟俄罗斯去闹掰 觉得能把它给灭掉 这个呢 我也说过 这个背后呢 也是昂游混合体在这个里面搞事情 所以说呢 现在荷兰它这么一个小国家 它是扛不住的 然后呢 它走出第一步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效仿荷兰去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 九十亿项制裁 也不少了 也不少了 它这个制裁 对吧 因为确实粮食 你去制裁它干嘛呢 这个粮食是给你自己吃的 就等于说什么 你自己制裁自己的这个粮食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今天 你母亲给你做一个饭 你要吃这个饭 你去把这个饭 把碗给砸了 把碗给砸了 你跟你母亲说 我不要吃你做这饭 那你觉得 那这样的话 你不就自己饿肚子了吗 对吧 你母亲给你买的牛奶 你不喝 你就要给它砸掉 那这不是你的问题吗 对吧 你不是老是有病吗 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欧洲 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 那么这恰当不过了 对吧 能源是给你用的 便宜的能源 便宜的油 天然气 电力 都是俄罗斯发电 还有煤炭 都是它给你便宜使用的 你怎么制裁它 它没有这个东西 你无所谓 它自己可以自给自足 对吧 还制裁它的粮食 神经病 所以说真的 所以说今天这个欧洲啊 你有像贝尔伯克这些 可杀人在这里吗 你就是这样一个下场 好吧 不可心疼 但是呢 这就代表了 欧洲真的躺不牢了 扛不住了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门 希望连续续 谢谢 谢谢